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 法国长荣桂冠酒店因不慎漏挂五星红旗而受到中国大陆民众的抵制呼声 随后其母公司长荣集团发表了道歉声明 并强调认同九二共事 反对台独 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企业形象 更引发了两岸之间的情感波动 长荣集团表示 此次事件源于酒店在奥运期间的布置失误 并承诺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 以防再度发生类似情况 他们强调 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 并提到创办人张荣发对于两岸关系的理念 集团的声明中提及了过去对大陆地震灾后重建的贡献 并强调企业的全球布局 然而 这一道歉是否能平息两岸之间的紧张情绪 业界人士指出 企业在两岸压力之下的艰难处境 或许会让部分台湾民众感到不满 接下来 我们将探讨事件的背景 各方反映及其对两岸关系的潜在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巴黎长荣桂冠酒店发生的一次小小失误 却犹如一旦激起千层浪 引发了一场关于两岸关系的风波 事情起因于一位中国大陆网民指出 酒店在大唐悬挂的奥运 参赛国家小型国旗中 唯独缺少了五星红旗 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大陆网民的强烈不满 甚至呼吁抵制长荣旗下所有酒店 随后 母公司长荣集团迅速发表声明 试图平息这场风波 长荣集团在8月23日的声明中 首先表达了歉意 承认巴黎桂冠酒店在奥运期间的不知不周 进而影响两岸人民的情感 集团在声明中承诺将加强员工教育训练 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 长荣集团明确表示 认同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声明中提及 集团创办人 继总裁张荣发生前 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认为九二共识 即反对台独是两岸对话的基础 长荣集团的这一表态 不仅是对大陆网民的回应 更是向外界传达了 其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 联合早报的报道 进一步详细解释了这一事件的背景和影响 张荣发生前 为两岸和平发展 付出了大量心血 不仅在汶川地震和亚安地震期间 捐款元件 还在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设立助学金 帮助贫困学生 这些善举都表明了张荣发 及长荣集团对两岸和平 稳定和人民福祉的重视 然而 长荣集团的声明 也引发了台湾社会的不同反应 中国时报引述 业界人士的话称 企业在两岸压力之间 确实左右为难 声明中的表态 可能会让部分台湾民众感到不满 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企业的处境 对于企业来说 在全球化的今天 既要顾及大陆市场的反应 又不得不考虑台湾民众的感受 这确实是一个艰难的平衡 此次事件 不仅揭示了两岸关系的复杂性 也反映出企业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重压力 长荣集团在声明中还提到 尽管集团是本土企业 但布局全球的战略却使得它 不得不与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关系 比如 长荣海运的新船 大多选择在中国大陆 日本和韩国定造 目前在大陆定造的船舶 已超过40艘 下月还将有一艘世界 最大24000TU的船舶在互动中华船厂交船 这一系列布局表明了长荣集团 在全球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声明的最后 长荣集团提及张荣发文教基金会赞助的 基隆中原季活动 强调该活动的渊源代表了两岸同文同种 同属中华民族的血缘关系 集团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化活动 增进两岸人民的情感联系 避免动荡 让人民免于恐惧 这一举动不仅是对文化传承的重视 更是对两岸和平发展的期盼 中国驻法使馆对此事件也做出了回应 对吕法桥界的爱国一举表示 高度赞赏和坚定支持 这一表态进一步加深了事件的影响 使得长荣集团不得不更加明确其立场 可以预见的是 类似的事件在未来或许还会发生 而企业如何在两岸关系中找到平衡点 将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纵观整个事件 不难发现 巴黎长荣桂冠酒店 漏挂五星红旗 虽然是一个小失误 但其背后的两岸关系 以及企业在其中的角色 却极为复杂 在全球化的今天 类似的事件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而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 将考验着更多企业的智慧与决策 在这年头 网红的生活真不是那么好过 特别是当你开着一辆来自成都的大房车 横跨大半个地球 最终把它停在美国 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区里 就拿中国网红张教官的例子来说吧 他最近上传了一段视频 引发了中美华人的热烈讨论 甚至有点火药味 张教官最近在休斯敦旅居 他那辆房车从成都一路开来 本就颇具传奇色彩 为了把房车运回成都 他得等上一个月 所以索性通过Airbnb租了个房子住下 可问题来了 一位华裔大妈登场了 这大妈天天上门 认为张教官的房车太大 停在门口不合适 必须挪到公共停车位上 可当张教官把房车挪到公共停车位上后 这大妈竟然又不依不饶地要求他把车开走 啥事奇怪的是 尽管这位大妈明明会说中文 却偏偏要用英文和张教官沟通 还得通过翻译APP 将所说的话翻译成繁体中文 让他看 在一次交流中 这大妈不小心漏了线 突然冒出一句中文为什么 意识到自己漏了马脚后 迅速切回了英文模式 张教官真是哭笑不得 这大妈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8月22日 张教官在自己的频道 再次发视频回应 引发更多的关注 他解释说 视频中提到的种种争议 并非如外界所说的那样 他还特别提到自己 只是站在国家立场说话 并没有抢求酒店挂国旗 这段视频引发了更多的关注 特别是关于台资酒店 拒挂五星红旗事件 巴黎长荣桂冠酒店 因为拒绝悬挂五星红旗 被中国网民和旅法华人批评 中国驻法国使馆发言人 对此表示 使馆高度赞赏 并坚定支持旅法桥界的爱国一举 观众们不禁感叹 张教官真是个自带流量的主角 不仅能把房车开到德州 还能搞出这么多事来 大妈的神秘身份 成了围观群众的共识 大家都在猜测 她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人甚至调侃道 这大妈是不是CIA派来的特工 专门来找张教官麻烦 无论如何 这段插曲已成为 网红张教官生活中的 又一个名场面 她那句我可以的回应 更是成了网络上的流行语 大家纷纷模仿 甚至有人搞出了一系列的表情包 其实张教官和大妈的争执 不仅仅是停车位的问题 而是反映了在一国他乡的华人之间 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 一方面 张教官代表了新一代走向世界 追求自由生活的华人 他们喜欢冒险 挑战和探索 另一方面 华裔大妈则代表了更保守 传统的一派 他们更注重规矩和秩序 张教官的经历 正是这种新旧观念 碰撞的典型案例 他的故事也引发了中美华人 对自己身份和认同的反思 到底是遵循传统 还是追求创新 这不仅是张教官面临的问题 也是每个身处 异国他乡的华人 需要思考的问题 张教官的粉丝们 开始对这位大妈的真实身份 充满好奇 甚至有些人 开始了人肉搜索 他们发现 这位大妈 似乎并非普通人 她的背景 也相当复杂 有传言说 她在当地华人圈中 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甚至与一些社区组织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管这些传言是真是假 这位大妈 的确在张教官的生活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她的特别行动 也成为了张教官视频中的 一大亮点 吸引了大量的流量和关注 尽管在德州 遭遇了这些麻烦 张教官的环球之旅 依然在继续 她的房车 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更是她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每到一个地方 她都会记录下 当地的风土人情 与粉丝分享 她的所见所闻 在德州的经历 只是她旅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相信未来 她还会遇到更多 有趣的事情 张教官的粉丝们 也期待着 她能继续分享 她的冒险故事 带给大家 更多的欢笑和感动 无论是张教官的坚持 还是华裔大妈的固执 都展示了 人性中的各种面向 张教官的故事 也告诉我们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和挑战 都要保持乐观和坚持 勇敢面对生活中的 各种不如意 希望她能在未来的旅程中 越走越远 也希望她的故事 能继续带给我们 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这就是张教官的故事 一个关于房车 华人社区 和跨越文化冲突的 精彩旅程 正如她在视频中 常说的那样 生活就是一场冒险 要勇敢去迎接 每一个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长荣集团的道歉声明 和认同九二共识 简直就是一个 优雅的平衡数 他们显然是为了商业利益 而选择向中国大陆示好 毕竟 光是大陆市场的潜力 就足以让任何企业 垂涎三尺 再说了 九二共识这个东西 自1992年起 就成为两岸关系的基石 虽然有点像 是一个给大家点亮的灯塔 但也是一面风向标 只因企业 在两岸之间游刃有余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真是轻松 长荣集团的道歉声明 简直就是在说 请原谅我们 我们真的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九二共识 拜托 那不过是一个 停留在纸面上的协议 用来哄中国大陆 开心的工具罢了 你不觉得 这就像是古代的和亲策略吗 表面上是为了和平 实际上是为了自保 再说了 长荣集团这次摆明了 是为了市场利益 难道就不怕失去台湾民众的支持吗 好啦好啦 谢七七 我承认你说的有点道理 但咱们也得看看现实啊 企业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和发展 长荣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投资已经相当可观 仅仅是超过40艘定造船舶这一项 就说明他们在大陆市场的布局有多么重要 如果这点妥协能让企业获得更多商业机会 何乐而不为 你总不能要求企业为了理想而放弃现实吧 就像古代的将军 不会为了荣誉而放弃胜利一样 哈哈 楚天说 你这是在给企业找借口吗 商业利益固然重要 但企业也有社会责任啊 长荣集团的这次道歉声明 实际上是向大陆市场低头 完全不顾台湾民众的感受 这种做法真的能赢得两岸的认同吗 就像古代的将军为了短期胜利而放弃长期战略 同样会引发后患无穷 再说了 企业如果一味追求利益 而不考虑社会责任 最终不仅会丧失民众的信任 还可能在市场上自食其果 哎呀 谢琪琪 你总是把事情看得太理想化了 社会责任固然重要 但企业要在现实中生存 长荣集团的选择是一种权衡 是为了在复杂的国际形式中 找到一条生存之道 就像一个厨师 不能只考虑菜品的美味 还得考虑成本和顾客的需求 九二共识虽然是纸面上的协议 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基础 让两岸能够继续对话和合作 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机会 无可厚非 哈哈 楚天书 你这比喻还真是有趣 但我还是觉得企业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 长荣集团这次的做法 显然是为了讨好大陆市场 却忽略了台湾民众的感受 这种短视的行为 最终会让企业失去两岸的信任 就像一个厨师 如果只考虑成本忽略了食材的质量 最终只会让顾客失望离去 同样 企业如果只考虑市场而忽略社会责任 最终也会自食其果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